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千年古业之称我们中国音乐的活化石 已经列入世界恢复至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名录 哇不讲不得道哦 原来是有这么一个文化和艺术深厚 千年有这么长的历史 这个男鹰之所以命名为千年古业 他的历史应该对数到唐朝以前 男鹰之所以被世界列入灰色物质与文化遗产 他是美女族珍贵的我们安息县农门男鹰艺术团 秉承弘扬中华文化 画展男鹰传统艺术 我这个团呢 我们这十次来呢 一共有十二个 十二个 我们挑选了 这些学生都是我原传身教的学生 他们融获过 泉州市中小学生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还有我们 几个成年的男鹰前游 我本人跟我副团长 我们都融获过 国际男鹰邀请赛的优秀奖 所以说 这是首次来到新加坡 我们深感荣幸 能够来到千年古庙天如宫 来百年古庙 天如宫 我们能够向新加坡的观众演唱 千年古业南鹰 实在是史无前例 难能可贵 明年古庙天如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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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鲜 十五年古庙天如宫 一 Recht 数年发给新加坡的东西 魂共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演出的这些曲目是怎么挑选出来的 这些曲目是新加坡乡林音乐社已故丁老马成先生的他生前的作品 他以男音传统为基调 他创新革新以时代的精神创作新词 所以说丁马成先生他不愧为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音乐家 那个书法家文学家非常好 所以他写出来的歌词非常非常的深厚的有内涵 让丁马成先生的作品能够长期的代代相传 涌流人间 所以说我们今天晚上着重的显用他的作品 还有加上李白 唐朝思仙李白的作品 江晋九之类的来宁作品 所以说大家能够对我们艺术团的表演提出把揮的意见 以便于我们明天晚上进一步的跟大家观众交流 李白诗仙李白的诗都来演奏出来 我只知道床前迷耳光 不好意思 孤陋寡闻 这样你的团队今天是第一次来新加坡吗 首次来的 但对新加坡的感觉是怎样 我认为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文明的国家 山清水旧 扯别那个城市的世隆非常优雅 让人乐而万华 在新加坡会待几天呢 我们大概在明天后天就回香港了 我们要准备去香港演出两天 巡回演出新加坡了就飞去香港 这个是我们应香港界的男音 男音界的邀请 我们还会去做专场的演唱 在新加坡待三天 是 有没有吃一些什么新加坡的道地传统美食 有 这里当地的这个香灵音乐社的社长 请我们去吃非常多豐富的新加坡的特产 那个菜啊实在是别具一格 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有特色 告诉观众朋友们 你最爱新加坡的哪一道美食 我刚才我们吃到了有一个什么 什么鸡饭啊 海南鸡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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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 这个 什么汤 就是我们的 酸辣汤吗 是啊 很好吃 但不知道它是 就是好吃 就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不过你一讲鸡饭 就是新加坡最出名的就是海南鸡饭 海南鸡饭 对了对了 没错 所以对新加坡的食物会记住吗 会不会有留下深刻的印象 会 但是我最难忘的是新加坡 那个这个市民它非常文明礼貌 你看今天晚上在这里添入宫 听人的音乐是鸦雀无声 很静的在欣赏真的千年古业 所以说 不愧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文明的国家 新加坡的人民 市民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值得我们学习 刚才在演奏的时候 表演当时是鸦雀无声 可是表演完了掌声雷雷 是啊 是啊 所以说这一点是很好的 该进的时候就进 该想的时候它就响如雷声 是是是 会不会再想过来新加坡在几时代演出呢 如果我们已经跟香菱音乐社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相信还会再来 也许我们会也要邀请新加坡的蓝音界到我们中国 到我们铁观点的茶香安西去在共同交流演唱 共同弘扬我们中华的文化为一场 今天晚上我们是从新加坡的香菱音乐社跟我们 安西农门蓝艺术团共同联合演出 明天还会集新加坡蓝音之秀 还有传统蓝音社 还有骨彩巴 这米南话叫骨彩巴 还有其他很多的团队 大概是五个团队共同联合演出 明天晚上也许会更精彩 听到真的是很多精英在一起演出 喜欢蓝音的朋友 明天就别错过 会要去大巴窑的Safra 来跟大家说声 拜拜 再见 再见 新加坡 能名好 新加坡 伟大的新加坡 国家 期待你们的留意 收看 www.misteroktv.com 时间过得这么快 接下来呢 是今晚的最后一个节目呢 以男音的话来说呢 就是Safra 那么Safra 是由我们的安西县 龙门男音艺术团呈现的 他们呈现的音乐呢 是八展五 请欣赏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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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